在现代化战争中,航空母舰也为重要,它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综合体现,是现在机海上作战平台,想要取得控海权,控空权,航母发挥着很大的作用,不过它也十分的花费金钱,一般在没有军事任务的时候, 舰载机都是整齐的停放在甲板上的,因为这样可以有效的分配航母空间,然而在这有限的空间里还有一个像拖拉机一样的装备,占据着甲板一定的位置,但是这个并不是普通的拖拉机,而是航母甲板牵引车,因为舰载机是不可以自己倒车的,不能随意的调整位置,必须要依靠牵引车的帮助才可以移位,所以它在航母上的作用十分重要,不仅可以调整移动舰载机的位置, 将战机排列在直定的位置上,让航母的甲板空间得到更好的利用,而且还有很强的拖拽力和提升能力,可以帮助舰载机获得更快起飞,但是牵引车需要在航母上轻而易举的将十几吨重量的战机拖运起来,需要很强的动力和牵引能力,并且牵引车的使用环境也很严峻, 经常都处于高温高盐,多风多浪的环境,这就使得牵引车需要设计的低矮扁平,要降低重心,减少空间的占用等,但是目前世界上拥有这项技术的国家并不多,像缺乏完成工业体系的印度就造不出来,另外一艘航母牵引车造价高达千万, 我国为了研制国产牵引机耗费了两千万,而印度为节省成本,也由于没有技术,所以至今还未研制出航母牵引车。